记者万鱼真台南报道,全台无人娃娃机如雨后春笋越开越多,商品更是应有尽有,但衍生的乱象不少,就怕娃娃机暗藏假交友、真元交等情况。 台南市政府金钱网用康区联合机查娃娃机,其中一家电62台娃娃机就有17台有问题,将近三成不合格。 经济部将娃娃机台分为一支类电子游戏机及选物贩卖机两种,前者需在合法的电子游戏厂业经营,后者则需附上玩法,保证夹取金额、机台摆放商品项目等标示。 全台南市目前有300多家无人娃娃机店面,部分更开设在学区周边,让相关单位不得不谨慎。 市府法治处长王展新表示,娃娃机台种类越来越复杂,就怕机台、商品成为赌博、色情等散罪工具,因此与经济不标准检验局会投销保官。 市府各相关单位联合机查,先从用康开始,后续也会有全面性的清查动作。 过程中,刚好有民众正在娃娃机店内消费,机查人员也写请民众打开商品。 虽商品内容与机台标示的小海洛兰亚喇叭相符,但产品外包装未有经济不认可的商品安全标章,依旧不符合规定。 另外,有机台的商品为香水,是否有符合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需进一步调查。 市府表示,金联合机查5家夹娃娃机商店,共154台娃娃机台,结果有24台机台内商品未符合商品。 检验程序,32台机台为张贴选物贩卖机证明文件,另查获两台,依次赌博性电子游戏机。 市府经发局表示,商品未符合商标法规定会通知业者下架并限期30天内改正,期限内人未改善,旅券不停者可处2万到20万不等发缓。